那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个最坏的打算 就是女方根本就没有拿出来忠诚协议 单纯拿出了财产分割协议 到法庭的一刻 他当庭跟法官来表示说 这个不是我真实的表达 或者说我就即使当时是真诚的表达 我现在后悔了 有效吗 我们婚内的这个财产协议呢 它是有前提的 前提是忠诚协议里边明确约定了 如果男方出轨 那么在这个前提下 我们这个看似是婚姻财产协议的 这么一个合同 但它其实真正的实质呢 也是一个身份忠诚协议 所以呢 它也应当不具有可塑性 所以我认为这两份协议都是无效的 也就是说婚内财产协议 实际上是忠诚协议的一个附加 对 他俩应该看成一个整体 对 这个协议有个问题 他给出了一个反应激励 就是说一旦签完这协议 这个女孩可能就不是 女方可能不是怕她老公再出轨 而是怕她老公再出轨来 就说只要你出轨 我就会得钱 对吧 所以其实就是这往今天的问题之所以 比较难缠了 其中有部分是说 这个婚内协议签的吧 不够理性 这个协议签 那就是大家都想往好的过 是吧 你不能说协议签完之后 有一方发现是什么呢 离婚在经济上对我特别有利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首先您说这种情况呢 是一种绝对极端的情况 是的 极端到了南方没有任何有利的证据 来证明当时的客观事实 那他这个如果说这份协议 内容清楚 表述直截 那对南方是最不利的 很有可能南方要承担全部败数 不光是分割财产 还要承担债务的一个结果 但是这种情况呢 一般极短 所以我们建议就是 我们去怎么去证明 律师要通过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 帮助客户和当事人 证明当时的客观事实 那取证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工具和一个技能 感谢观看